5架战斗机飞过Demoso上空 靠近克伦尼邦的雷武 今天又有突发情况 缅甸军方开始抓捕青年冲军 因为现在缅甸就业情况不太好 缅甸军人竟然以招聘打工的形式 在Facebook上发布招聘信息 欺骗这些年轻人前来面试 然后就直接抓捕送往训练营 并下达指标给各个警察局 要求抓捕地方的年轻人当兵 大肆抓捕撞钉的时候到了 所以是不是特别奇葩 人家不想当兵 不想参加军人 想参加NUG都不行 就用各种欺骗和直接就是绑架了 所以现在想想缅甸军人到了何等的地步 所以NUG政府提醒年轻人 最近要注意安全 以免被缅甸军人抓走 当做撞钉 当无谓的牺牲品 下一次事件更有趣 恐怖的军头明昂来 昨天到达了斯改省的蒙玉瓦 军区拉拢人心 表示善意 款待了和尚那是少不了的 但他也心惊胆颤 PDF人民国防军的炮弹也跟着来了 军方也进行了还击 这也显示了恐怖军头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 去哪里都不安全 这几天PDF在培训的高精准火箭一旦完成训练 军头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内战不会很快结束 但大部分地区会很快解放 军人的最终失败是注定的 缅甸的泼水节马上就要来了 以前在大城市搭台 泼水都是按英尺市政收钱 今年军方宣布免费搭台 现在开始申请登记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苦中作乐的人当然也有 但更多的人盼望着军人早日被清算 人民早日脱离苦海 来年过上一个平安幸福的泼水节 大概率明年这个时候 缅甸就太平了 在泼水节 所以现在缅甸人民还要过一段苦日子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照片 就是做好事的人 捐了这些鞋给这些 给这些难民 给这些学生们 还有服装 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 可怜的孩子们 谁让这个国家现在如此动乱 这么多孩子 还好缅甸天气热 要不然天冷的话 那孩子们更遭罪 可怜阳光 又给孩子们提供了丰盛的午餐 哎呀 看着我都想吃了 看到孩子们有人关心他们 也让我感受的丝丝温暖 这是青帮的青竹的服装 我们分享一些美好的东西吧 让人家感受一下缅甸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呀 有135个民族 青竹 青竹跟我们华人比较像 皮肤比较白 他们有自己的姓氏 跟我们华人这方面是比较像 在解放区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表达了人们的心声啊 这是PDF的一些照片 让我们看一下生活中的他们是什么样的 你像这组就是他们比较正规军了 其实到现在为止有很多正规的部队 PDF啊 还是没有真正参加战争啊 所以不知道是保存实力吗 还是给军来一个致命一击啊 这都是革命夫妻啊 这都是阳光青年啊 为了这个国家自己的双腿都被截肢了 缅甸人民也感谢这样的阳光青年们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